针对有交通专家指出金融捷运成本效益高 又能舒缓东区干线运量不足的问题 是区域交通改善方案的解方,具有可行性 金融市长林又昌表示 这是当时在交通部市长会议 能获得中央级双北两市市长支持的最大原因 金融捷运不只解决金融交通问题 包括汐止、东湖、南港周边交通也都有所注意 为北北基山市创造山营 金融捷运经过市长的会议 其实达成很高的共识 对北北基三个城市都是有非常大的注意 特别是我们金融还有包括汐止 甚至是包括东湖以及南港周边的地区 未来甚至进一步对内湖的交通的改善也是有帮助 所以现在这个方案大家共识很高 也创造三个城市的山营 另外它的成本跟效益比也是很高的 所以这个有报导在专家在提 它不只可以解决我们金融交通的问题 其实它也可以对东部的干线的一个酝酿 也有帮助 我想这一点是肯定的 那这也是当初金融捷运得到中央大力的一个支持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而在交通部长王国才日前提出一个月内确认 金融捷运最后路线等议案后 宁又常强调这项重大建设是金融和古廊代 金融细止南港地区的百年大计 不只要做得快更要做得好 希望综合规划能力拼在年底完成 达到又快又好的目标 其实大的一些课题 跟大家之前的不同的意见 在市长会议的时候 基本上都已经达成共识 那所以后续的中文规划 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我们相信应该很快中文规划会有成果 那我们期待这个案子 就成如苏院长所说的 是这个整个金融和古廊代 金融细止跟南港地区的百年大计 不只要做得快 而且一定要做得好 那我们希望这个综合规划 尽快的一个完成 那我知道交易部完成之后 也会再找这个北北基三个城市 再做进一步的一个确认 我期待是一个又好又快的一个方案 记者张启辰金融报道